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备食堂,我是老李 南澳马上要重启国际边界了,很开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水盆羊肉 我们准备二斤羊肉,最好是羊腿肉啊,肥瘦煎油 凉水下锅 调料呢,葱,姜,花椒,小茴香 辅料呢,是青蒜末,香菜末,葱末,还有一些萝卜片 这些量可以大一些 另外呢,再用凉水泡一些粉条 当然说你要喜欢吃粉丝也行啊 锅开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先打去浮沫 这肉还真干净,没什么沫子 打去浮沫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料放到锅中 盖上盖以后,小火慢炖 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 将其中的葱段啊,跳出 煮时间长的葱,味道不好 再盖上盖,我们再煮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羊肉已经熟了 捞出来的羊肉呢,我们要冷却 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 冷却好的羊肉呢,我们切成片 这片多厚啊 我喜欢吃厚一点的,我媳妇喜欢吃薄一点的 大概啊,两毫米左右就OK了 切好了呢,我让您看一眼 大概就是这么厚,就OK了 再做锅,倒入部分原汤 一人份啊,五六炒勺的量就行 先下入粉条 粉条开锅以后呢,我们下入切好的羊肉片 大概炖煮两三分钟 这个时候,放盐 拌茶匙就行啊 接着就放入几片切好的萝卜片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碗 把香菜末,青蒜末,还有葱末放进碗中打底 再炖煮一分钟以后,那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香味全出来了 哎,我们一定要用热汤浇一下这个打底的这个鲜菜啊 香味扑鼻而来啊 又香又鲜呀 得嘞,老李先帮您尝尝吧 开吃了啊 放辣椒油了啊 这必须得放辣椒油 刚才拍不着这粉条 大家看这粉条,晶莹剔透啊 当然了 现在来一口这主角 羊肉啊 蘸点汤 又嫩又鲜 而且您不用担心这个羊肉不入味 羊肉本来就不喜欢盐 所以给它清炖的时候呢 我们不搁 但是最后调汤的时候我们搁一点盐 足够了 就这特别能够这个吃出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 非常鲜 这萝卜呢 应该是有一点微微的脆 很爽口啊 嗯 这个蒜苗啊 香菜啊 葱的香味啊 也都在这个汤里边 再来口烫啊 鲜味儿鲜 我先吃了啊 回味食堂 无限回味 我是老李 感谢您收看 水盆羊肉 咱们明天见